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收看《财科暗战》 我是章涛 首先恭喜大家 如果大家已经看了我们的频道 有花一段时间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有比特币在手 这几天发生的事就是 比特币三天之内升了1万 虽然今天回到少许 但仍然在6万以上的情况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有些糾结 糾结是什么呢? 就是我到底应该买还是买 今天我特意出这段影片 想和大家再次分析一下 比特币的一些基本的信息 希望有助大家理性地分析一下 现在我们正面对的情况 首先比特币现在虽然是6万多元 那6万多元是否很贵呢? 我们用基本面来看看 现在整个比特币的市场价格有多大呢? 大概是1.2TL左右 如果以BTCD 即是Bitcoin Dominance 来看 它占全虽然的市场 稍为高过50% 通常我们看到的情况 就是在市场很刺热的时候 很多钱涌入去买Bitcoin的时候 在升的时候初段 Bitcoin Dominance是会高的 最多的时候 我们看看以前的数据 可以去到七成左右 现在虽然贪婪指数也有点高 去到80左右 但是以BTCD来说 就未算很高的 另一点要很值得大家去研究的 就是究竟这个所谓 市场价格的1.2TL 其实是否很多呢? 我们看回比特币和其他资产的比例 究竟是怎样? 现在全世界市场价格最大的公司 譬如苹果 是3.4TL 3.4TL 苹果做得这么厉害 每个人都用苹果手机 很合理 3.4TL 现在超过1TL的公司 都有好几间 但是现在以Bitcoin 它不是一间公司 它是一个新兴资产类别来说 1TL 或者1.2TL 其实就未是很多的 未是很多 应该是多少才对? 我们又看看 它跟它最接近的 或者是大家最多人 拿来做类比的黄金 黄金如果大家回看之前 我和Barry的一段访问片 里面也有拿过数据来说 14TL 14TL 我们又看看黄金 这几个月的表现 其实是没有怎样移动的 都是2,000几十元 这个水位 即是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 其实有一部分的钱 其实原本炒黄金的钱 就留在比特币里面 尤其是因为比特币现货ETF 在一月推出了 所以应该有些钱 就在传统的金融市场 就留在比特币 只要那么有10%的黄金的钱 就不炒黄金炒比特币了 也在说可以再推高一倍 我们很直观就有这些以上的计算 是不是说 我望12万望更高的呢? 我们又不可以这么说的 我们只可以说从基本面来看 现价或者更高的价钱 不是没有它的道理 当然大家要很理性去看这件事 好 即是说 那买还是买呢? 说到这样 是否要再高追 还是要复权你的利益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 不妨大家去想一个 更加深层次的问题 就是你投资加密货币市场 你的目的是什么? 有两种人的 第一种人 投资加密货币的目的 就要有多些的法定货币 即是美金或者港币 另一种人就以比特币为本 总之我投资的目的 我就要有多些的比特币 好了 这两种人的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前者 就是我为了要投资 我要多些的美金 你要想的就是 我现在买也好 卖也好 我的目标就是 当我比特币高的时候 我卖出了 我的美金就多了 到它跌的时候 我可能买回 但我买的目的 我还是想在高位 再放一些比特币 令到我比特币和美金的比例 最后会令到我的美金会越来越多 这个就是前者 或者大部分投资的人 心态都是这样 就像买股票一样 好了 后者是怎样呢? 后者就是以比特币为本的思考 就是说我卖是为了买 听不听得清楚这个话 我卖是为了买 就是说当比特币 现在我当是六万多亿 创新高七万多亿 你的目标就是 你可能卖出 但是你要 remind自己 你的目标不是卖了就算 卖了之后 如果你想买车 买一层楼 恭喜你 是没错的 没错的 但是如果你说不是的 我要累积比特币 那你就要提醒自己 你卖是为了买 即是说到它低一点的时候 回回的时候 你要买回 如果你觉得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跌 会不会永远不会跌 会不会不断上 我自己觉得不会 所有东西都有高有低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捉捉价 那你不如不要买 所以如果你是币为本的思考 越少动作就越好 如果你是美元为本的思考 不妨当它高的时候 就卖一些 记得是卖一些 因为在大家很兴奋的时候 尤其是炒的心态 就是说升得这么急 一定会回回一些 所以我一次过卖了 然后就希望炒个波幅 很遗憾地 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开心 在过去那几天 因为升得很急 在五万多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人 放我先 等它回回几千再买 结果是六万多 你未必可以捕捉到高低波幅 但不要紧要 我觉得没有对或错 我觉得大家还在看这段影片 证明你已经正确了 你入了市 你已经持有比特币 已经正确了 恭喜你了 问题只是你要想清楚 未来的日子里面 究竟你要做一个币为本的人 还是做一个法定货币为本的人 现在有很多人在解释 为什么会升 最直观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现货ETF批准了之后 很多发行商在市场上再度吸纳了很多比特币 所以就把价钱推上去 也跟大家分享一点的数据 现在那十一间已经批准现货ETF的发行商 始终最大的就是Great Scale 它的市占率有五成以上 然后第二和第三间就是BlackRock和Badality 它在市场上 在过去那个星期 其实在市场上买了几千粒 在过去一个月已经累积超过了一万多粒 所以市场上有很具体的购买力在这里 好了 现在我们又看看现货ETF 是否很多人买呢? 以交易量来看 是的 不过都是以一般的投资者为多 而不是机构投资者 因为很多机构的投资者 他们现在未能改造一个Manda 譬如那些退休基金 一些传统一些的基金 他们的Manda 未必可以买这些比特币现货ETF 那他们就要改Manda 改Manda 他怎样可以改Manda 可能他要开一个EGM 或者有一个AGM 然后他才可以改得到 改得到也不可以立即买 还要摊一摊 据民要等三个月才可以买 所以现在那些钱涌进去 很有可能 其实不是大钱 不是机构的钱 即是什么? 即是说 未来还会有更加多钱 会涌进去 这个似乎是市场上的 目前的分析是这样 另一个炒的消息 当然是4月会发生的Halfing 至于Halfing具体 市场的想法是怎样 情绪是怎样 以及里面有什么信息 值得大家去消化 我之后另外会拍一段片 跟大家分析一下Halfing 在大家赚到钱之余 也希望我要再三提醒一下大家 这个时候是大家很容易会犯错的时候 因为你很兴奋 很兴奋的时候 譬如卖会卖多了 或者不知为什么去高追 或者去做一些很高的杠杆 借钱 诸如此类 你见着旁边的 不知买了什么 Shitcoin 就赚了多少倍 可能又深红 等等的问题 都 坦白说是正常的 赚钱的时候是会兴奋的 但也希望大家有那么一格的脑袋 提醒一下自己 冷静小足买的时候分段买 买的时候我们就分段买 即是说DCA进入 我们要DCA出 不要太过一炮 想着探索 profit 很开心的 旅游买车 旅游买车是对的 应该做的 应该奖励一下自己的 是吧? 终于捱了几年 但是 当在如此兴奋的情况下 很多时候我们见到 出事就是这些时候 过分杠杆 操作银包出错 中fishing 被人hack 通常都是你太兴奋的时候 吊耳轻心才发生的 所以不要嫌我沉气 再说几句 有些朋友可能说 我刚刚看到你的视频 现在升得挺好 我又想买ETF 怎样买呢? 现在可能香港人 想买美国现货ETF 可能都未是那么容易的 我有些朋友问了 私人银行那些 都未能让他买 可能都要等一段时间 让他内部的compliance 开放给香港人买 另一个消息就是 可能迟些香港 都会有 比特币的现货ETF 这些我们就拭目以待 再和大家到时再慢慢跟进 再一次恭喜大家 终于我们捱到今天来了 相信很快这个价钱 都会挑战它的all time high 但还是那句 不要太兴奋 当我提醒你不要太兴奋的时候 其实我也在提醒自己 希望你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点赞 订阅 订阅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